留下来的,放眼世界,把握环球机遇,接通各地港桥,坚尼地正经,冯志正 是不是你开始先了?开咪,开声那个?开不开到那个? 交给你了现在,我尽量都要息自如今,因为呢,只怕突然间就声闭 所以以下的时间是会交给冯同学和博士的,你怕自己,现在为了说错误,不想说错误,决定不说话,你灭声 当然,这个时势当然是说少一些东西,稳定一点 我们录的时间就迟了很多,因为我们本身就没那么问水录集的 因为Kelvin大哥病了,声音都不同了 真的不好意思,所以各位网友,我真的要注重身体 是吗?博士经常说有什么Covid-2? 我也以为是,但是那次可能做的实验比较厉害,在街上做了做,发觉又不是 对啊,那些试一试的,不可以的,你的病都会变腫的嘛 可能变了腫,你旧的那只试纸是试不了的 博士,我刚才觉得现在的病全部都太恐怖了 我是阴谋论觉得全部都是生化武器来的,哪有那么厉害啊? 生化武器也很有意思啊,可以出完生化武器就继续调节目 令到我停节目真的很不简单啊,说真的啊 你被人家传了四天都很难 是啊,我十几年网台,其实我之前就算我病得都挺... 你专是针对喉咙的,针对很多人的东西 针对YouTuber,讲新闻的那些 是啊,没错啊,这个AI病毒很厉害啊 专是要你们多说话的,就不能说那么多话 我只是上次Covid停了一个多两个礼拜 其实十几年我都没什么停的 怪不得那些两会记者会都取消了 但是啊,真的啊 好了,我不说话了,交给你们了,今天说什么呢? 不是啊,我今天是想说国安经济 其实问一个问题很简单 因为到我现在,我们开始要想这个问题 尤其是我们刚刚开了财政预算案 两会又出了国务院报告,再加上纳23条 其实出来的结果都是军费或维稳费就越来越多 但是我们过往小小读GDP的理解 就是军费也好,维稳费开支也好 其实按道理就是越放钱到军队就越有经济 但是听到不是的,其实有很多地方 你也是越放钱到军队,反而经济倒了 就像苏联那样 那Sweet Sports是放在哪里? 其实之前军费在政府开支 我那时候读,就有一个讲法的 就讲过如果政府放太多钱的军费 其实就没有助民生的 就是GDP的数是厉害的 但是没意思的,因为比如说你 就是对于一个国民来说 你多了18架航空母船的 那可能你的生活是没有好到的 但是我们读的那些经济 就不会靠在你那个安全感那里 可能有些人觉得 我有18架航空母船,我很安全 我做多些生意先,那这些是靠不到的 所以我读的那一派 就是都是很单简地觉得 如果太多钱在军费那里 就不好的,这个GDP的质量是不好的 不知道博士现在同不同意 你这个钱如果是低一条数是常数 Constant的,那就是GDP 就是GDP洗了到军费那里 洗少了在其他那里 那就有你讲那种这样的军费就多了 武器就多了 但是洗起刺激经济就少了 那洗在刺激经济那里 其实都不是很高的 那个雷鼎明很多年前都说过 他说成数效应大概是一到的 就是洗一元是一元而已 Fiscal那边 那你就算一一一都好 一都不是没有,都是一条数 洗下去也是有的 但是如果你洗下去军费那里 那军队有钱洗 你洗下去武器那里 那如果你不打仗 那没什么东西放在那里 那武器放在那里是没用的 是不会有任何产值出来的 你用来威吓人家 威吓人家 威吓人家就是威吓 威吓的 威吓就算不到在GDP那里 那如果你变成一个武器 变成一个军队 就是攻打人家 佔领人家 那也不同 比如俄斯拿了克里米亚 土地大了 人多了 资源多了 拿了乌克兰的部分 拿了乌冬 又有多些东西 所以这样计算 这条数是大了的 所以如果你在这个角度说 你要不停去扩张你的领土 不停去攻打人家 占领人家 那你才有帮助的 就是罗马那样才能够 打个比喻 就是罗马那些太久了 比如近的 雖然整个南海 根据中国的说法 都是属于中国 但是因为有其他国家 不承认的 如果它的开支 是用来巩固到海军的实力 能够巩固到南海的利益 比如油田 假设是南海 那些油就能增加很多国家收入 那这样就可以间接增加经济 但是他是不是真的可以公然去开彩 然后当自己的先 这个是关键 比如你现在这十几二十年 大家都玩军备的太空竞赛 上太空去霸领土 上月球去插旗 这个理论上就是霸多了领土 但是你在宇宙里霸多了东西 那你拿出来才是你的 你拿不到 你claim自己 我claim自己 冥王星是我的 我拿去冥王星 那你就去不了 浪费吧 那我要想问两位 其实那个 国家的实力 包括军力 和经济 有没有相关性呢 先要 就是这里先要计一计 如果有的 那我们就谈下去了 如果没有的话 就真的很虚无 其实理论军力 看你怎么看 所核弹头 俄罗斯人不是少的 相当多的 但是你看到的经济 又排到这么厚 那就是 你如果有核武和没有核武 那北韩都有 是啊 伊朗也有 有些 有些 印度有些 那就是 没什么关系的 那就问回学者了 但是 那你有没有 觉得这个 为什么中国要 这样增加军费的预算呢 趴不趴 而经济的压力 都这么大的时候 还要把这么多资源 放在军力那里 你有什么看法 但是你刚才说 就是说放在军 可能出坦克杀自己的人 是啊 我正在想想 刚才军费那里 通常都是这么用的 我想说 这个节目 是不是多无据23条 你看 其实都是出兵去杀自己的人 他都没有出去杀人 其实这个我正想问的问题 就是刚才你说佔领别国领土 拿到经济效益 那没问题的 你佔领就可以了 但是现在军队开支有两种 一种是对外的军队开支 那我可以只是开维稳开支 我开大它 我就没有对外开支 维稳是对内的 是啊 所以其实你反过来 现在我们的军队开支 他占领另一个派系的利益 是啊 还有没有 还有什么派系 实际有的 但是先问了那个 如果你说 我们说有机会 现在在中国 即使经济差了也好 今年军费是上涨了 但是先说回打仗 打南海这件事 对于经济 是否可以变得有利的 怎么打南海 南海就是海 有什么好打 占领南海打菲律宾 那这个会不会在经济上有利的 那你就是打菲律宾 你不是打南海 是的 我觉得那条路线图 所以首先我所说的就是 综合国力对经济的影响 你很难有一个很直接的模特 因为博士又刺穿了 譬如说如果你的实力是建基于核弹的 那又好像没什么关系 但是中国是一个很特殊的案例 就是它的影响力 是可以兜个圈子 又好像又帮到中国手 譬如说在联合国上面的投票 譬如你在一带一路上面的 擴張也好 发展也好 联合国有不同的联合国那些 就是全球200个国家 像山卡拉都被大陆去买通了 那他不只是买的 就是他还有国力在这里 就是震慑你们 就是叫威逼理由 民工武嚇 就是我给利益你又可以 你不听我说我打你又可以 就是他不会答的 当然中国是一个礼儀之邦 但是就是他有这样的 就是他意思就是说 你不用只是看 就是我是大佬 至少我大佬的实力 就是我不需要打你 但是你又不需要只怕美国佬 我都是天朝天朝之国 接着就令到你们听我说 然后就在很多议案那里 能够继续一些对他有利的投票 那这个兜一圈又会帮到经济发展 就是譬如说 对上了20年 就是中国能够成为世界工厂 大家就不要激进那些什么人权 那些什么知识产权 那些什么保护copyright 全部都不要理 如果有人想动议他 有些对中国不利的议案 全部都否判断了 那某程度上就是继续帮助中国的发展 就是这样的中国模式的发展 就是这样讲的说不说痛呢 就是那个国家实力去帮到经济发展方面 那你的实力都是建基于经济多一点的 你譬如你那些山卡拉群岛 你说要拉拢他去联合国投你票 那难道你动不动就出兵占领他吗 那就是 他也可以求救于美国 你看他有多近你 他近你的话你动他容易些 远的话你也难 那些这样的国家其实很多时候 窮的嘛 恨钱多些 那有一段时间大陆都很有钱的 你很有钱就周围揮金如土 揮金如土就是一带一路 同样的四个字一样意思 那你在世界工厂搞起那个过程 其实都差不多的 很多时候就是靠经济实力多一点的 你做世界工厂也不是讲打 有很长的时间 我想你不计千亿年初 那时候美国去打中东 接着之后有一段相当长的时间 其实都世界那个秩序都相对平静的 那平静的时候大家就讲斯文的了 讲斯文就讲钱银的了 通常是这样的 那就是去到最近 才开始多些动手一脚而已 这些动手一脚都是钱银已经不行 最初美国在金融合照之后 然后接着就到欧洲穷买了 欧债银的 那大家斗穷就发穷 那我就开始 我不给你钱 我不在这里生产 不借你 接着就到了大陆穷 大陆那边的楼梁 那大家斗穷的时候 就开始发难了 不过这个是真的 我们过往 其实你想想想 就是我们这三十多年来 可能是世界经济秩序出现了之后 尤其是二次世界秩序之后 其实打仗不是一个国力最宣示的表现 你想想想 如果我们看G7 G7其中有一个国家没有什么军费 加拿大没有什么军队 其实加拿大主要大部分的军队 其实都是靠美国帮他们自己顶着很多东西 加拿大只是出很小兵 所以你按这个角度看 如果我们真的有机会 连接到GDP和军费占比的话 有机会这样连接出来的correlation 是应该不对称的 那你加拿大就是一个特例 它是狐假虎位 你叫拍马头 那你整个北约都是这样的迷赛 欧洲也隔了个海 如果你假设有什么东西 你把海拔过来 你把海拔到加拿大 你把海拔到加拿大 美国老看完很接近自己 我先截了一下 他那个氢气球 其实他不用什么 他的氢气球是有经过过加拿大 但是加拿大没有出声 那个气球飞过的时候 其实美国已经出了声 那些东西很多 没人不知 那对外博士就觉得 其实你是增加了国际影响力 其实经济都比较重要 那反过来 会不会这样用法呢 就是中国的军费 你不是当然用来震懾你的政敌呢 就是两方面的 第一就是 你是作为军委会主席 那你的武器就代表着你的实力 那你的军事实力越来越厉害 那你越来越厉害 就是第一方面 第二方面 枪杆子出政权 你的军费是要给那些军部 那军部得到满意的军费 那他就要听你知敌 这样解释又行不行呢 除了给外面看 也是给里面看 就是里面有几个派系 大家都有钱 有钱就可以买通的 是吧 但是谁有钱 那我有钱 我就买通军队 我买一些军队 你有钱你也可以买通他的 就是你从来外面的政变 或者大陆以前的政变都是这样的 所以 就是他这种中央集权 令自己的军队越来越壮大 目的都是 对外是告诉外面听 对外是告诉另一些派系听 那权在我那里 那也是因为那个 状态越来越不稳定 他才越来越要做这些事情 那为什么状态越来越不稳定呢 你看回背景也都很清楚 经济不行 经济越来越坏 那经济一坏的时候 大家温饱成问题 生活都成问题 生存都成问题的时候 那就开始造反了 这个 一造反的时候 他就拿国安来说的 他说得国安 这么强调国安 这么急于去推那几十条 那个目的就很简单 就是真的那些东西 真的那些东西埋伤了 真的乱了出来 那你说看不到啊 不是的 很太平啊 又自及卿 又卿及盛 什么什么什么 那表面是这样的 就是有些东西潜在的 如果那些东西在骨牌 倒下 你看到的嘛 那些东西又没跌完 是吧 大家拿鵝包 又洗了差不多了 吃的谷种 又差不多了 去到某些位置 真是大规模的 开始 开始 护肤穿的了 出问题了 那你 就是 就是 现在你少数的 饥荒没得吃 时之可能是相对大批的 大批大批的来的时候 那就开始会乱了 那所以你就看到 它是走着北韩的路 越来迈向那个位 越是多人 它那个中央集权的军队 就越是要饿 那些武器就越来越厉害 不只可以杀人在外面 把自己也杀人在外面 但是你这样说 最糟糕 你想想 如果我们整个政治不稳 先不要说扩张那一部分 我们在说内部政权 是否稳固的那一部分 如果那些稳固不稳固的原因 主要是来自经济衰退 按道理 我的资源租金 可能我们只有100元的话 我一定是多放一些 去振兴经济的 如果我将那些钱 可能在100元里面 放多了50元 看你怎么看 如果你是斯文 你是文明 你会这样想 你可以这样做 也是一个解决 但如果 另一个解决 就像他现在这样 放多一点在维稳那里 但是放多一点下去 你就可以做得更差 看你的教育程度 你知道教育程度有关 看你做了小学 还是再高一点 那你读什么都好 你都看到门数是烂的 不关事的 如果邓小平一出来 我不知道邓小平是什么学历 但应该他也未必会这样做 他在旁听 现在那个好像说 好像博士后教授 现在那个高考虑 邓小平的那个是厕堂 而已 中学厕堂 所以不关于学历史的 不过 我觉得 学者点了一个重点 就是 现在好像 就是我们用了game theory 如果你正常情况 我们要救经济 就应该 就是学者意思就是 那些钱摆在自己经济 因为经济的问题是根源的 刚才博士也说 就是因为经济不好 那你就应该更加多些钱 去放刺激经济 更加多钱去放维稳 那里面 但是没办法了 因为这个是伟大的社会特色共产主义 就是维稳是最重要的 或者他心照根本刺激不了 不是所有经济问题刺激到的 是 所以变相呢 回答到学者 就是那个军费 为什么现在还要高于GP经济增长 是个果子来的 不是军费增加 怎样影响经济 是因为经济差 所以唯有增加多些军费 因为如果经济好的时候 军部都不需要靠你直接用军费 是不是 军队以前靠什么 以前军队有很多地的 很多发展的 铁路附近 为什么这么多都见 什么都见 全部都是军方背景 因为以前铁路全部都是 军事方面控制的 那你沿路发展 全部拿地去买 全部沿海发展就碰了 但是现在地产就买了 那没办法了 唯有直接就靠军费 其实是多一点点的 都不止说经济差 好了就差了 那么简单 不是变化那么简单 人军水平也有关 你现在大陆在走一条路 和二三年前日本一样 日本当年他没有说这样搞军队 也都签了约说不行了 现在大家面对地产的危机 债务的爆煲 是同一个问题 但是当时日本的人很有钱 他有钱吃到现在 吃来吃 他还很有钱 他人的GP还很高 是吧 但是你现在大陆不是 你本身也不是很有 曾经发迹那一刻 2000到07年 那几年你是上过去 上完之后 现在不行了 一个泡沫爆破就下来 对了 又反覆它 尽 separating 你去到这一刻 别人非常的貧 刘兇 那这个地方 就是很多人困难 对這位置 但是这个地方 按道理 画面上 Title 10年 没有可能 不容易搞的 可以做到 陷阱也很難走得出來 但是你問我 你看香港已經是了 我們本來和新加坡差不多人均GDP 三十年前 現在你突然間人家跑出了 你就墮後了 你整天千方百計想追人家 追就追不到 而且現在新加坡在很多 即是你看到新加坡報紙 他們的比較點從來都不是香港的 人家已經在比世界一流國家 一帶落後 我記得前隔壁的頻道 直接說有人把香港和新加坡 那些新加坡網民在下面留言 你不要再把我們和香港比 但是這個要發展起來 或者不要這樣說 你要穩住經濟其實也不是很難的 你想想 其實軍費開支是非常龐大的 我當我們做不到復甦經濟 就是了 穩住經濟的衰退 或者不要讓它衰退下去 這個不是更加之更好的做法來的嗎 找不到嘛 你現在去到這個位已經救不到嘛 譬如博士也說話 你只是那個債務講幾十萬億 你要夠幾十萬億 我不如只拿一萬多億去給軍部 軍部推著牆 我用軍隊去穩住局面 就比我用幾十萬億去救救 是不是這樣呢 我剛剛才說 我以為自己的軍費是很多 可以頂上一些債務 但原來真的不是很多 起碼沒有一萬億的 加加加賣買 也有 接下來好像有 有 萬五億左右 只是說軍費 是啊 一萬六千幾億 一萬六千幾億 一次過丟下去還錢就算了 我想它多是洗武器的了 是啊 因為你一般人的洗費 它披你不用披到很高的嘛 高過外面 就是你外面可能沒有東西做啦 它令到你有東西做 吃得飽就可以了 所以你養一條軍隊 純麗軍出給軍響 軍佬那裡應該就不是很大 但是武器就可以很貴 如果你買了一些先進的 沒錯 還有一例 可以一次過殺了整個area去殺人 那些是很貴的 我知道 嗯嗯嗯 還有一條數 因為我沒有詳細研究 你交給學者研究 一條數很重要 當然是否在軍費裡面 現在軍 現在都是打資訊戰 科技戰 那你都是講AI的 好了 大家都知道 美國現在科技在封殺中國 中國就靠自行研發 基本上都是差不多常識 就是現在那些高端的晶片 是不可以商業化的嘛 你看中心事都很糟糕 但是用軍事方面就不同了 就是我用幾百萬去堆一顆晶片的話 我沒有所謂的 但是這條數是不是放在軍方那裡 還是放在他收買科研那裡 軍方科研就放在軍方那裡 這樣啦 這條數是要把晶片研究研發那些的 即是我不可以說我今年萬六億 然後我只拿回六千億出來養人 然後一萬億拿去還債 其實分分鐘是不行的 在大陸來說應該都是政府那條數 他這些事情都不會被市場搞的 在美國就是這樣說 即是在美國的accounting可能複雜些 即是哪個拆出來是市場 哪個是政府的 或者國家的 大陸就不用說 就是他了 是啊 如果軍費裡面包在研發晶片這部分 就多多都不夠用 萬幾億就打個黑痴就沒有了 只是上幾年搞什麼全民大煉晶 claim了幾千億啊 如果包在那些晶片 萬幾億就實在大利 其實逢是做科研也是燒銀子的 是啊 是啊 但是美國這邊是民間搞的 喂 台積電我銀幾百億美金 對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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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以前都蠢的 以前搞太空科技是國家搞的 對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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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差點破產 對呀 你現在你給民間搞多爽啊 多少火箭飛上去 不用自己洗錢 是啊 但是中國不行啦 中國他不放心 哇 你給馬雲能夠研究到晶片AI衛星 還得了呀 大佬 這樣真的兩國論 對呀 對呀 所以如果 不過是話分兩頭的 如果軍研能夠民用的 那可能最後也能幫到經濟的 就是突然 可能軍方研發到一個很厲害的晶片的科技 然後最後呢 百度啊 騰訊啊 爸爸啊 網易啊 全部受惠的 那最後敵樓考驗就敵伏經濟在那裡 我有沒有試過就是軍費可以輸出去民間經濟的 還是軍費其實 其實這個是 軍方的科技很難落到民間的 對呀 對呀 只有幾個特殊案例的 網易 對呀 講來講去就是這個 就說以前六七十年代 就是軍方研發的 最後變成物用 發達了 那也隔了很久 那也隔了很久 隔了很久了 沒有特別的例子 而且網易也不是那麼軍方的 一開始 其實它是兩邊一起做的 軍方做了一個網易 然後那些 又是那些物理人做的 因為那些物理人傳給他們 但是你一般軍方研發的那些東西 都是拿來拍別人的 那你那些拍別人的東西 也沒理由隔幾十年會落到民間 而且落了民間沒什麼用 你就是給民間拿來拍別人的東西 民間我們研究如何不要被人拍 軍方科技九十年 你想想軍方軍隊主要做什麼 就是殺人毀民 這些東西照樣是不會放下去的 但是三十年應該不會 是的 是不行 其實是困難的 不過這樣說一下 不要抹殺所有可能性 但是你這樣說的話 軍方科技其實 簡單來說就是 我們分分鐘放進軍費那條數 或者放進軍事的數裡面 是可以完全和民間脫勾的 即是未必 可以完全放進去 即是可以放進去之後 你除了打仗 你除非攻陷了別人 即是你拿回東西回來 但是如果不是的話 其實是可以說是對民間沒有任何的 不然的話 是不是全民間軍隊 全民間兵 即是北韓這樣 是的 所以在一個民主國家裡面 就很尷尬 即是你要保住那個國家 你就要多些軍費去研發 在這個時代裡面 但是一個民主社會 它太平盛食 它又不想你這麼多軍費 為什麼不拿錢出來振動一下經濟 是的 收權保路也好 這個就是台灣 有一段時間 北約就是這樣 其實軍費洗費很小 突然發現原來不是 另一個陣營就是這樣 好像爛仔 不快就爛 很多人會害怕 對 然後美國就說 我可不可以不保你 如果你不交軍費 是的 是的 所以就是這樣 但是如果我們說完一些對外的 軍費這些容易解決 因為軍費有兩三個支出 一個就是軍隊支出 一個就是軍費研究費用 可能到最後你的軍費給了軍人 他也有振興經濟的 美國的軍隊回到家也要消費的 美國就是 中國那些有錢也是拿走的 可以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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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容易拿得到 現在 以前有很多軍隊公司 現在還有沒有 即是一些軍方的民營公司 有 以前很多 不是以前 不是以前這樣說 我們不要只 好像說軍人有什麼特別的 其實整個中國有資產都想拿走的 那軍方會不會多少少 會不會容易一些 還是難一些 就難說的 這個事情 我知道 以前夠啊 但是系統性腐敗的程度 系統性腐敗 都是這樣做 這樣就行 是 一定是 你看整個 他都試過動過一兩個 那些很高層的 不停動的 你看整個火箭軍 不見了 還有一些叫做什麼 所謂的軍隊的民營公司 如果我沒有記錯 我現在正在找名字 就是以前香港的民政事務局局長何志平先生 是一間舊的 那時候內地有一間 專門做石油公司 那間石油公司 就是上海成立 但是很多老闆都是前軍部 我記得我小時候見他們 開會的時候 全部叫將軍 我第一次見到整枱都是張軍 今天 吃飯 我在旁邊做事 而已 是嗎 我先吃飯 我先吃飯 張軍好 我先吃飯 張軍怎麼吃飯 我一的 很有儀式地吃 而且很有趣 我記得那時候 那間民營機構 九成九是變回西裝骨骨 你不知道 你是以為是石油公司 只不過是大家吃飯 閒談之間 互相稱呼的時候 大家就稱對方為將軍 那時候我才知道 原來這班 整班都是舊將軍 所以這一個這樣的情況 我記得在內地是經常發生的 就是軍隊 然後拿了很多不同的資源出來 開設一些軍用式的 或者一些民間的機構出來 嗯 所以 我們假設有一些軍費 他會用在經濟上的 你說得對 軍人也是消費的 怎麼都可能會有些 會在國內的 但是我想那個效率 真的會很低 我就是想問究竟那些將軍吃什麼 是不是吃將軍漢堡 還是吃什麼 吃好東西 我記得那間公司叫什麼 現在那間公司 剛剛已經沒有了 以前是500強的產業 那間叫華信能源 沒有你啊 哦 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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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不是吃得很腐敗 吃得很肥的 我們這些將軍 你真的看不出來是將軍 你走到去發覺 咦你打仗 你打仗 這樣的身形 你打仗 是不是 沒有理由的 我看的那些宣傳片 那些 過張軍都很厲害 精神斗手 我看鳳之正你是不是將軍 不是跟我一樣 那時候就個個都是跟我一樣 然後很搞笑的 他可能反過來 可能現在中國的軍隊高層是用腦 不用用手 我看到整班都說 咦你們一定是用腦 一定是用腦 不過我覺得這樣 如果你想專題研究 聽完我們講半集 其實去研究軍費怎樣刺激經濟 就真的很難 反而研究跟軍事相關的利益集團 和經濟的發展 這個可能會我們多點默落 就是究竟有些什麼的範疇 多不去前隔 就是如果你真的做了一些國防 那些戰略的事情 你很難說又同時間在市場那裡 有個很緊密的聯繫 我想任何一個國家都不會容許 不是很信任你 怎麼知道你會不會有些什麼 脫樓的通了水出去 技術穿了出去 這個很難說 我想也未必很直接說到一些 譬如說是否軍方有個很厲害的技術 然後最後被某個將軍拿去埋 又不是這樣的 我猜是那個分頂仔利益 之前說過鐵路附近那些 又或者軍事要採購很多東西 那會不會他採購自己有呢 我猜是這方面那些就會多些 可能有的 但是除非你真的打 如果你不打 一般來說 你常規的採購其實也未必很多 不是的 你看到 有時候出的武器都很古老的 就是用了很幾十 用了很幾十 不要說經濟這麼大 賣武器絕對是一個 以前 美國當然是全世界賣武器 最大的國家 所以很多人救病 就是他不斷搞風搞雨 北韓都賣很多 北韓都賣很多 俄羅斯現在用得這麼厲害 烏克蘭用得這麼厲害 那你後面那些 就全部賣給他這兩個 是啊 中國都做很多事情 現在和何況就是 以前和俄羅斯 叫做最好的利益夥伴關係 現在就拿來market share 所以全民俄羅斯都很不老禮 俄羅斯現在他自己都不夠武器 他要找一些北韓 伊朗幫忙 但是中國 中國就反過來 中國就庫存過多 當然他不是能夠直接 代替那些武器 但是你很多材料 就是趁這個時候 吃掉market share 這個都可能令到中國出口 大陸其實很聰明 他又不賣那些AI的給俄羅斯 那他自己都沒有 我不敢說他是不是沒有 但是 他都不夠 當然美國都不是很賣 但是美國呢 其實好像據說 真的有些人走了去幫拖 幫他在資訊方面設一些東西 我不知道大陸有沒有這麼做 我懷疑大陸沒有這麼做 他真的純粹賣那些槍槍炮炮給你 架架坦克賣給你 是那些 是啊 甚至最差的 那些全部那些軍 就是紫藍針啊 什麼紫藍針 人家的名字很好聽的 拉了那個叫做什麼 雷達摩打 還是什麼 那個是什麼定向儀 那個是拿來做那些無人機會的 所以俄羅斯死了這麼多人 他這次打中的損失很慘重 相對於 是的 以蘇聯一向過往 打仗死人一向都是超多的 以死人不知為什麼 那個數字是很離譜的 還會拿回來的 領土比例不是比例 是 所以我們如果 中國的軍費有幾樣的作用 剛才我們說了幾樣 有一種可能 真是最能夠刺激到 將來中國經濟 就是賣武器這一部分 大致你出口也會看到的 是 是 我當他遮住的話 都可能 對國與國之間 這樣也不像 遮住我真的不像 他未必會遮住 他也會做大數 因為中國稅口多厲害 還有 你剛剛看到這兩個月的數 也很少 軍費出口應該會計算到出口 所以這條數應該已經預訂了下去 是的 還有你看一些資金流也看到的 譬如你這麼多離岸人走出去 是不是 或者那些人民幣怎麼浪費 你應該都估計到的 嗯嗯嗯 所以這一部分是 這一部分就可以直接幫到經濟的 就是如果你說軍費 就是現在說一億多 那億多錢裡面 放了出去之後 有多少 但是你只是在俄羅斯的負責 問題是俄羅斯跟你買賣 他都很光 買窮了 沒有了 他很難支持你 他支持不住 是 他終極都想賣給中東的 我相信就是 還有現在有部份是石油換貨的 我記得不是純粹現金交易來的 那你不是石油換產物 礦物換產物 你都用得那麼多就行了 大哥 你現在大陸的經濟都停頓了 要那麼多時候做什麼鬼 你去到某個位置都存到滿捨 不用了 你糧食可能要的 但是你又不是中飯 是中小麥的 口味就對了 差點歪了 就是買歐洲就好 就是有市場 這裡講的軍費 我想差一點點 雖然香港又不會有自己國防的東西 但是你勉強當是一個 就是類似國家安全相關的費用 就是在國安那裏 那之後其實如果立了23條 那個費用是不是 都是要增加的 今年警察開支是增加了 繼續部門其他開始削減的時候 警察開支是增加的 我不要理解了 就是你23條 有些法例和國法其實都是有些相似的 那你在執... 重建的很多 是的 那你只是國安 前前後後也有百多億 那你需要不需要最額外去撥款 這個23條 因為你說的國家安全 上次那百多億有一次是用來蓋樓的 蓋了一棟新大樓 那你當建築開支可不可以 你不要當國安開支了 OK OK 那23條要蓋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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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知道23條要不需要再要錢 現在應該 當然要 你司法制度也要錢 你法庭也要Cost 你要審也要Cost 你只要出一張法庭傳票也要錢 所以其實那裡一定是免費要付錢 甚至乎今年國安開支是增加的 所以你去到這個位置 是另一個問題 剛才我們的軍費 還可以有部份撥到科研 然後有部份撥到民間 又或者我們賣軍費 賣軍火 然後我們就做 export 變回民間 保安又或者這些國安 對內國安的經費 其實那是不成經濟的 我除了養活了警察之外 那當然是有GDP 不是養活共產黨 我們只是養人 我純粹是夾了一塊錢來養人 是沒有複製效的 沒有任何的效果 還有那個計算 如果香港GDP其實都挺厲害的 譬如你現在的軍費 1.5萬億 你除了中國 我當有120萬億GDP 都是說1% 1-2%左右 我當你以前國安是50加 最終是100多億 那你23條 我又再當多50萬億 50億 是 加起來200億 先撥了80 再加50 我猜你今時 現在130億左右 我猜你最多就是150億左右 賣6樓 150億 我當香港GDP是3千7百億 可慘 那幾個都不少 都4% 如果用維護國家安全這方面 差 我們那個比率是高的 還要好像聽聞現在用完了 所以要再添 現在還要面臨一個情況 香港是赤字的 中國中央好像有沒有赤字 都有赤字 有 都有赤字 OKOK 這方面都是跟國家看齊的 但維穩開支可不可以 我們超越了 那你計算了4% 我當你沒計算錯 看特色 這方面挺驚人的 但如果我們什麼呢 維穩開支可不可以 落到民間經濟上 這方面就困難了 維穩開支包括什麼 你具體的說 警察 線人費 法庭費用 科技採購 我相信內地委託服務 我相信有部分 前一陣子有一間 叫安信 洩漏了一些 被人派出 我猜就是你要派出那個 iPhone 那你就要光顧這些內地公司 林林總總這堆東西 濕濕碎碎的東西 很難 很難很多 線人費是多的 但線人費 你是不知道他怎麼付的 我相信他不會給反對派 那麼瘋狂 我想都是大量請人去監聽監控 檢查所有網上的言論 可能就會是 大量的網軍 網軍洗費 其實香港沒什麼好監 沒什麼好聽 YouTube 他說現在PPRB 就是警察公共關係科 或者不知道什麼 是有一個部門專門聽網台的 就是給錢收 有什麼好聽 譬如我們說來說去那些事情 那他沒辦法 那警察來來都是捉賊的 他不需要監控 他沒有監控 他都放出來 是嗎? 在公共的 不是啊 他怕你突然間 他怕你突然說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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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錢聽節目 也不是 叫他Pay Me出來 你在Super Sticker裡放錢 他怕你突然說這些 你知道什麼出來嗎? 突然間危害了 那些東西 不是 當經濟 當經濟不是 當市 都還不是太差的時候 就算了 但當市很差的時候 就要找人賴的了 是嗎? 就要找這個 找替死鬼 就要找替死鬼 就要找替死鬼 替死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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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軍費在GDP裡 很大比例 沒有衰到嗎? 簡單來說 如果我們說軍費 還叫做有民間經濟效果的話 國安的 或者這些普通治安形式的 是沒有任何經濟效果的 那這個是 沒有什麼經濟效果 可以說 除了出公務員糧之外 這個就很難量度了 這個就說到 如果你又回到經濟層面 我不知道這些算不算是 社交貿易的那些事情 譬如你的治安好助 理論上治安好助 就令到交易成本低了 人們願意多做一些交易 容易上街 夜繽紛 其實沒什麼關係 美國治安都很差 我正想說治安好和差 是沒有關係的 是啊 肯定說而已 香港最繁榮的時候就是黃島獨的時候 八九十年代 還有張子強和葉繼歡年代 是啊 不過這樣治安好的點都好吧 或者這樣說 我們要assume 治安和私有產權是有個正面關係的 治安好了 私有產權好了 就是這樣說 經濟又 做生意又 大家放心了 唯有這樣想 但是我覺得 反而擔心一件事 這個世界是不是大家 大國都越來越增加軍費撥備 這個是有值得留意的 因為譬如你中國現在去到 因為中國的總數不算很誇張 但是它增加幅度是誇張的 7% 那你是令到其他國家是害怕的 其他國家不少爭 是啊 印銀子印出來而已 是啊 是啊 那又不是道德的 是的 是的 最德的一定是日本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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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就說 機會來了飛雲這次 真的是 你又增加我又增加先 然後 他這樣印完之後 那日圓就這樣下跌 如果你還在外面買東西 就一樣見駛 理論也是 如果你的日圓最強 好像70多 你跌了150 沒有一半 救命 除非你武器是你自己的 除非人家賣用日圓計 人家用美金計 不敢計 不敢計 你之前 十幾年前 70多 現在說150 每一半 差很多 所以 不知道是不是就是這樣 日本其實 軍費都不是增加很多 相對上 比中國 比中國 其實是增加了很多 你按道理 是的 但是日本增加那部分 真的是放在軍費那裏 簡單 只是我們剛才說的那部分 日本放在那部分 是可以更換一些經濟效果 雖然他沒有 因為日本自衛隊 好像是不能夠賣軍火 他是少數地不能夠賣軍火的一個國家 但是他也有很多科研做了 所以科研變成商業研究 也算是有些事情 現在最大的問題就是 有些國家是放在治安那裏 放多了很多 不過放多了很多治安那裏 其實隔壁國家沒有什麼影響 不會令到隔壁國家的治安成本都提高 如果你為了威嚇 要跟別人鬥 那就有機會 那就看看隔壁國家 會不會跟你鬥 即是印度那樣 即是印度真的跟你鬥 我當 但如果你全球加了軍費的時候 有個情況就是 它未必是正確的 譬如說我加軍費的時候 譬如你現在在印度加軍費也好 你看到經濟是越來越好的 日本加軍費也好 現在日本經濟是回來的 韓國是保持著加軍費 加得很厲害 但是韓國 那或者你加的軍費 也不是一個很不尋常的比例 就算你大陸這樣一七點幾 那你通脹也有個數目在那裡 你排面上通脹就說 大陸說很低而已 一啊零而已 實際上你外面採救武器 採救資源 外面的國際價不是沒有通脹 那裡是有的 你出去買銅買鐵啊 那都起了價了 現在 你打了3%左右通脹 實際上你 你添加的都不是很多 嗯嗯嗯 就是多是多 但是你不是多到說 真的有個很致命的影響 嗯 所以其實現在都是鬥消銀子的 就是大國之間 就是無論大國小國都是鬥消銀子 現在這個局勢 是啊 因為你那些武器 你不是最尖端的那些 你好像日本那些 結果是民用 就是你不最尖端的技術 反而還好 你滴漏下去 因為沒有用 你用你的技術 你那個智能 根本打不贏人家 那就推下去民用 反而對經濟有幫助 如果你說要去到最尖端的 你一定要跟別人買 你跟全世界最擅長的那個買 你跟他買一定會貴 一定會賣給你的 不過是貴的 你跟美國都買武器 買武器 很多都可以賣給你的 很貴 但是講講講 另一種 你怎樣可以在軍事競賽底下 保障自己不會被軍費拖死呢 其實有幾個國家是做得很好 一個是美國 一個是瑞士 就是全民街槍 全市民都持槍 全球持槍比例最高的國家 應該是瑞士 不是美國 美國可以一個人有十幾把槍 但是一百個人裡面有哪一個擁槍 瑞士應該是最多的 但是 基本上瑞士人 每個人都不知道為什麼拿槍 還有很多走的派對是有槍 很多槍的派對 為何在瑞士沒有槍擊 這個就是有趣的地方 瑞士出來的結論是他們沒有什麼槍擊案 原來這是美國人的問題 這不是有槍的問題 這是美國人人種的問題 瑞士人也有很多人喝酒 多 喝酒派對是很多的 所以我記得 很多人喝酒 真的厲害 還有第二個多還是第三 總之很多我們認識的國家 多槍的地方 就是加拿大和英國 這兩個地方都沒有什麼槍擊案 其實槍枝反彈 英國真的有槍 原來是交區很多槍 原來是 那些不是要申請的 那些也要有牌的 那些也要有牌的 但沒有美國那麼常見的 美國也要有槍牌 不過連派通而已 對 英國應該沒有美國那麼誇張 但會不會就是把所有軍事開支 這些國防開支 放在民間上 即是 我不用美國政府養一隊軍隊 然後保護你的本土 瑞士的方式就是 每個人手一支槍 當然他們的軍隊也要 但你人手一支槍 其實你也很少有空無事 有人打一個 每個人都有槍的國家 這件事是很大成本的 這就是可以某程度上 但是你打一個國家 就會整個飛彈扔下去 你有槍吧 但是你始終會有航戰 所以有一個說法是說 在政治上是一個 好好地減低了軍事開支的方法 譬如說美國歷史以來 沒有什麼人入侵美國 首先隔了海 我現在想像大陸 每個人都有支槍 我都覺得挺有趣 但他的說法就是 這些是有部分國家做到的 不是每個國家做到的 立即內戰 大部分國家都是像菲律賓一樣 手指槍的 不過美國也是特例 剛才博士說 美國是很厲害買武器 你跟他買 他一定賣給你的 鬼鬼就賣給你的 所以很吊詭地 這個軍費遊戲 到最後又變成科技戰 你變成只有兩派 有一派就是我拿著武器 譬如我去越南 我去菲律賓 難道我自己研發嗎 搞笑吧 現在你在講 還有你現在又在玩AI 晶片的遊戲 又要回到晶片戰 科技戰那裡 那我研發來 不如我和你買好過 那你和美國賣就可以了 是啊 你大陸和美國買 美國不賣給你的 是啊 所以中國的 你自己研發不了 那天死火 他研發到的 不是他研發到 就是他不可以雙用 但是他就用一些軍費出來 就會研發這個科技 不是他可以雙用 但是你試一下 我還沒看過他試過內軍用 你叫他試一下 看看底細有多少 雖然我們就不希望有任何的軍事衝突 但是我覺得這個地緣政治都好像越來越危險 是啊 譬如烏克蘭 你美國賣這麼多東西給他 就是很明顯拿他們來做實驗 是啊 是死過活的 現在我才知道死了多少人 是啊 沒錯沒錯 去到最後 回到那個問題 阿芬其實已經觀察到的情況 就是當世界變得越來越多 戰爭問題出現了的時候 我們估計全球的軍事費用 是應該在增加的 一定會 按道理 這個意思是 我們接下來的民間經濟是會弱化了 還是反過來 就是因為我們可能 一倒倒 你美國不斷賣武器 那些NVIDIA是不是這樣升 是啊 說起來了 變成軍費 科研 AI晶片 綁在一起 所以其實這樣就是 asymmetry 我不可以得出結論 就是加軍費 就等於經濟差 這件事是不合理的 有些地方 對 個別行業 可能會蓬勃了 你猜好了 是啊 最後我們竟然得到這個結論 你就不要亂估美股 還有估NVIDIA 我買了很多SQQQ 前一陣子 沒辦法 那你等於跟這個軍費作對 所以你先做這集 你就不會再亂估 前一陣子就是 我看NVIDIA 終於跌了一點點下來 所以我們的節目 經常關注你的本項 是啊 是啊 我聽人說美國衰退 說了半年 是時候就出的了 對吧 什麼時候出 美國衰退 他說了半年了 你說經濟衰 對 沒錯 七冬六年還七冬六年 死還死 衰退還衰退 股市還股市 是不是股價還股價 你不要混在一起說 要不然你就糟糕了 你們可不可以給一些明確的消息出來 你不要這樣說經濟衰退 我第二天跑去買SQQQ 對吧 博士這件事你對他說 是啊 不是啊 不要倒美國 Fail 好嗎 如果不是你傷害 我覺得今天一個挺有趣的額外的發現 就是說 這個軍費最後會流進科技股 其實 是啊 這個是有趣的 那我們就用這個結論作結 終於有一群是經濟拉到去股市 是啊 終於都向各位網民有所交代 OK 但是不是叫你們現在去買 冷靜一點 千萬不要亂買 要不然我又會馬上去買 就燈死大家 好 最後報告你的倉 還有什麼 Bitcoin賣完了嗎 Bitcoin賣不到 我都說我還在用另一些登記 搞到我的Coinbase帳戶買不到 我只可以送和收取 可能我只可以 因為這塊東西被迫著你的發財 是啊 因為賣不到 但是給了紫上負貴 現在我強烈建議 有人幫我收取我的Bitcoin 好啊 你先發給我 你是什麼價錢 不要管 先發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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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回收Bitcoin 4萬 先發給我 一半給博士 一半給我 好 這集時間差不多 明天回來 下集回來嗎 下集回來嗎 下集回來 好 下集回來繼續 好 拜拜 為何你這樣也學不懂 這句話會不會是你的心聲 有沒有想過小朋友 為何學不懂呢 希望學新繪本 文字總是看不懂 和你一起看懂 讀寫障礙小朋友的內心世界 為何你記得我講過的話 因為你很重要 只要有愛 就可以把像小石頭的小孩 變回棉花糖小孩 希望學最新繪本 小石頭 帶大家共見同理心 香港人還可以在哪裡看到新聞呢 眼見記者的流失 編制的減少 資深記者的離職 令到新聞資訊開始少了 即使留得低的資深記者 分析完單新聞 播出街的時候 又怕又怕 所以在這裡 我懇請大家支持我們 堅尼地球的製作團隊 簡單透過一個Like和Subscribe 就可以知道最新的動向和資訊 如果大家行有餘力的朋友 也可以加入我們YouTube頻道 去收聽我們的深度分析和專訪 多謝大家